4月13至14日在台中举办 台湾汽机车街头静态改装文化计SGT5 其中有一辆被砍一半的黄色车子 让在场民众脑洞大开 众人以为这辆砍半车是特殊遥控汽车 没想到最后驾驶员躺在车内 超令类的驾驶方式更是惊呆众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